这是前不久,乔丹儿子马库斯与皮鹏前妻拉尔萨在游艇上甜蜜恋爱的画面 这段忘年恋引发了全联盟的热议 也让乔丹和皮鹏这队曾在公牛拿下六个冠军的老队友无比尴尬 一直以来,拉尔萨都宣称乔丹接受了他这个种儿媳妇 但近日乔丹被狗仔问到这个问题,竟然难得开了金口 Hey Mr. Jordan,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arcus and Laza peeping together? You approve of it? 明确表示,他不同与儿子跟拉尔萨交往 这下,舆论炸开了锅 无数网友对乔老爷表达了同情 因为就算他不同意,儿子也不可能分手 乔丹当年与马库斯的生母离婚 随即找了一个年纪比他小了一大截的古巴模特结婚 他的成年子女并没有横加阻拦 如今,他恐怕也干涉不了孩子的改革生活 皮鹏到目前还没有对前妻跟前队友儿子的恋情发表任何意见 被狗仔追问的他,黑着脸一眼不发 内心想必已经有无数头神兽奔腾而过了